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就有点紧张 然后也可能是年纪大了 然后现在 对我以前上台不会那个的 不会过于激动 过于感动的 今天有点要哭了 那感觉 对 因为我一上台 然后我看到 我本身就挺激动的 我贼激动 然后 你的身体反应可能就会眼眶有点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我又看到老曾就是曾国祥导演 就是非常慈祥地看着我 然后 然后 然后我觉得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稍微有点激动了 对 这一次获得了经纪奖杯之后 应该也是之前斩获过百花 还有向了那个金像奖等等 现在 无论是网络上还有很多的影迷 大家对你的跨赞声一片 有各种各样的花式跨 面对这样的声音 你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有什么样的判断 我觉得会有一些些压力 但是最多还是动力 然后我觉得 可能 我跟金姬有一些 自己也不知道的缘分吧 然后 我觉得非常珍贵 非常难忘 对 然后我也觉得 我希望 以后可以 多拍一些优秀的作品 然后有机会 可以跟多一点的 优秀的团队合作 然后争取能够跟金姬 能够跟金姬 就常来常往了这样子 对 常来常往 对 而且金姬要 长期落户厦门 对 所以未来可能会常来厦门 是吧 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厦门的 对 因为 因为我北方人 没怎么见过海 我这次一来厦门 我觉得一打开窗户 太漂亮了 那绿纸 那海 就是很漂亮 让我心情就 非常的 叫什么来着 心旷神仪 哦 有成语的 真的 我当时 我当时一看 一推开我的那个窗户 然后看到大海 我就想到了四个字 心旷神仪 心旷神仪 是我小时候学的一个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对 真的是这种感觉 所以真的希望能够 再来厦门 再获经济 好不好 加油 加油加油 真的很开心 嗯 我今天晚上要抱着 俩奖杯一起睡觉了 还有提名的 还有俩周术 对 俩周术俩奖杯 这床得够大 够结实 我想开心 好吧 那最后对着我们的镜头 跟热爱你的影迷 问人说两句吧 祝我的影迷和 还未知我影迷的 就是所有 祝所有人嘛 就是 都能天天开心 然后心想事成 嗯 我也是 好 期待着未来 继续再获经济 好吗 加油加油 再次祝贺冬雨 谢谢 你长大以后 她会再见 对不对